阿富汗中部瓦尔达克省的一处军事去列宁发动袭击,造成一百多人死亡,成为17年来对阿富汗政府制造的最惨烈袭击。 而就在袭击发生后数小时,塔利班宣布与美国代表在塔塔尔重新救阿富汗和平问题展开谈判。 据卫报和CBS新闻1月21日报道,周一上午,塔利班对瓦尔达克省首府麦丹城的国家安全部队训练营发动袭击。 瓦尔达克省官员称,袭击着架势一辆装满爆炸物的美国是汉马高速冲进训练营。 汉马在进入训练营后爆炸。 随后,三名袭击者驾驶一辆白色丰田汽车,对幸成者开窗扫射。 目击者称,事发时,袭击者身上穿着阿国家安全部队的制服。 对于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,阿富汗政府官员提供了不同说法,从126到140人不等。 一名国防部官员透露,至少8名特种突击队成员在袭击中丧生。 据塔利班发表的声明,袭击造成190人死亡。 发动袭击的塔利班武装,全部在交火中被击毙。 训练营在爆炸中严重受损,办公楼完全坍塌,训练营周边的房屋也遭到损坏。 国防部官员透露,塔利班在袭击中使用的汉马,为从阿富汗政府军手中抢得。 瓦尔达克省委员会成员巴兰和西纳勒布里,对于一辆装有爆炸物的政府军车,如何通过层层检查,进入剧烈营所在地提出了质疑。 巴兰认为,此次袭击暴露了阿富汗政府军的弱点,我们的士兵很勇敢,但他们的指挥官有弱点。 两名内政部官员都透露,政府未公布具体的死亡人数,是为了防止打击政府军的士气,我们被告知不能公开死亡人数。 近几年,阿富汗政府已不再公布具体的政府军死亡人数。 去年,阿富汗总统加尼岛破沉默,宣布从2015年到2018年,至少有2.8万名警察和士兵丧生。 就在周一袭击发生前一天,塔利班对洛加尔省省长的车队,发动自杀性爆炸袭击。 7名警察和1名情报官员在袭击中丧生,省长侥幸逃脱。 然而就在加大对阿富汗政府目标袭击的同时,塔利班开始与美国救阿富汗和平展开了新一轮谈判。 周一袭击发生后几数小时,塔利班发表声明,宣布与美国代表在多哈举行会谈。 消息人士称,塔利班希望就外国军队撤出阿富汗指定时间表。 去年12月,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,从阿富汗撤出7000美军,占住阿美军一半。 但截至目前,撤军尚未有任何时期动作,控制了近一旦阿富汗的塔利班,将阿富汗政府示威美国的傀儡,一直拒绝在美军撤出前与其直接对话。 阿富汗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萨德尔·尔·欧玛沙德认为,根据其他和谈的经验,当谈判进行到重要阶段时,暴力袭击事件通常会增加。 这是由于谈判一般,试图通过袭击的谈判,桌上向对方施压。 萨德尔预测,随着塔利班与美国展开谈判,今年阿富汗的暴力袭击事件还会继续增加。 萨德尔预测,随着塔利局。 萨德尔预测,随着塔利算国际作词中 enrich。 感谢观看